大家好,欢迎来到分享的亲子频道 今天晚上要讲的睡前故事是 神奇校车,漫游店的世界 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 卷毛老师今天要给我们讲一讲店的知识 他让我们看了一大堆书和录像 还和我们一起做了不少实验 和往常一样,我们的卷毛老师总是对科学充满了热情 卷毛老师说,同学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店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我的生命中,卷毛老师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上课时,卷毛老师不时会看着窗外 自言自语地说,他马上就要到了 谁要到了?我们一边列出教室里所有需要用店的东西 一边猜想着他是谁 这些东西要用店 电灯,电脑,电扇,电视,录音机,门铃,挂钟,电饭包,校车,储电器 就在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女孩 侧手翻着筋斗进了教室 嗨,瓦莱里姑姑 红发女孩招呼着 走过去亲了亲卷毛老师的脸 我们惊奇地看看这一切 卷毛老师介绍说 这是我侄女 多迪弗雷斯 她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店的知识 多迪一听就兴奋不易 看来她和她姑姑一样热爱科学 哇,我就是喜欢电 首先,我们得从原子开始讲 哦,我就是喜欢原子 卷毛老师举起教鞭说 同学们,我们必须先认识原子 才能了解什么是电 这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模型 她指着原子模型的外部说 这些小圆点就是电子 看,电子围绕着原子的中心 也就是原子的核旋转 哦,我爱电子 来了,两个 弗雷斯小姐真是要命 大多数时候 电子都待在自己的原子里 卷毛老师继续说 但有时候他们也会被拉走 从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里 不停地从原子流向原子 这种电子的流动就是电流 电流从墙上的插座跑到插头里 经过电线进入风扇的发动机里 然后风扇就能转动了 这时将使外面的天色变得越来越暗 不一会儿,逗大的雨点就啪哒啪哒落了下来 卷毛老师捡起一卷电线说 我剥开外面这层塑料 让你们看看里面的铜丝 这条金属线就是电子的通道 外面这层塑料皮把电子包裹在里面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电倒 哇,这就是电子的高速公路啊 卷毛老师说 有一种方法可以产生电流 就是在金属线的旁边移动磁铁 于是我们就在教室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发电机 它真正产生电流了 我们的迷你发电厂 只能使电流表上的指针移动一点点 而发电厂可是给整座城市供电的 你是说 只要在金属丝旁移动磁铁就能让电流动起来 没错,拉尔夫 那需要有一条连续的完整的电路 也就是说金属丝不能断 如果电路中断 指针就不会动 这时窗外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的 我们教室里的电灯闪了几下就熄灭了 所有的电器也都停了 停电了有人大叫 是电力中断了 转毛老师说 咱们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吧 我们不会一直待在这黑灯瞎火的地方吧 走全体上车 哦耶,我爱笑车 门眼间我们就上路了 去看看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断电 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刚才的闪电击中了一棵大树 这棵树倒下时压断了一根电线 那根电线的断裂处正火花四件呢 电流的路线被切断了 电子没法跑到学校去了 正需要电子的时候他们跑哪去了 救命啊 赶紧离开这儿吧 我们吓得大喊 转毛老师一刻也没有迟疑 调转车头 带我们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同学们避开一条段落的电线 是很聪明的举措哦 看来我比谁都聪明哦 当我们回头看时看到电力公司的工人已经来了 就要着手修复电来 校车行驶的前方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发电厂 它里面有很多建筑物 就像一个小型的城市 卷毛老师告诉我们同学们 这些建筑里免安装的是发电设备 哦 我们赶快进去参观一下吧 多迪提议说 真是一个好主意 多迪 卷毛老师赞赏着说 大家都坐稳了 长大后我就要和姑姑一样 别着急 你已经离她不远了 到了发电厂后 卷毛老师给每个人发了一件防火服 还说我们要从燃料供应处开始参观 他按下仪表盘上的一个小按钮 校车立马变成了一辆翻斗卡车 传送开始了 卷毛老师欢呼着 看到他如此兴奋 大家都开始担心起来 同学们 燃料就是产生能量的原料 翻斗车的车厢翘了起来 我们从梳煤槽翻滚下去 落到了煤仓里 又滑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里 卷毛老师说 看看这些热量 都去发挥什么作用了 好热闹的烧烤盛会呀 有谁带热狗了吗 看看这些发电厂有 太阳能发电厂 地热发电厂 还有水力发电厂 利用水的落差发电 风力发电厂 潮汐发电厂 在我们头顶上方 有一根很粗的 装满水的金属管道 下面的大火把水煮沸 变成了水蒸气 大家手拉手不要松开啊 卷毛老师说 热门就拉着我们 跳进了金属水管 是这里 我们一起跳出蒸气管吧 那里肯定很有趣 这是经过燃烧之后 变成了水蒸气 对 微会儿我们都进入了 蒸气管 水蒸气带着我们高速前进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这些水蒸气有什么用处了 卷毛老师大声说着 我们穿过蒸气管道 进入了发电厂的另一个机房 哇 简直就是一头雾水啊 同学们 这是高压水蒸气 压力总是让我们感到很紧张 水蒸气是可以用来工作的 当水蒸气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 被加热时 会产生向外推的压力 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压力 做很多事情 水蒸气的推力真大 把盖子都推开了 这间机房里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一个叫做涡轮机的巨大机器 它有风扇一样的扇叶 当水蒸气推动这些扇叶时 涡轮机就旋转起来 涡轮机带动着一根金属窝杆旋转起来 我们也跟着转啊转 滑进了发电厂的下一个机房 卷毛老师说 咱们该去看看这么转啊转的会有什么用处 它兴致勃勃 而我们已经被转的晕头转向 没精力受效了 水蒸气推动涡轮 涡轮带动涡杆 涡轮带动涡杆 涡杆把我们的胃都搅翻了 这是我们现在在这儿看到的整个的一个图 涡杆把我们带进了发电机 这才是电厂里发电的地方 这部发电机好大呀 不过它的工作原理和我们在学校做的迷你电厂是一样的 它的外部仍然是金属线圈 内部是磁铁 涡杆拉动磁铁 转动中的磁铁就会产生电流 电流在线圈内流动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的小型发电机是用手臂的力量来移动磁铁 发电机利用蒸汽的力量转动磁铁 电流输出 从这儿电流以24000伏特的电压离开了发电厂 然后电流流进了一条很粗的电线里 这根线通过发电厂以外的地方 下面我们也要去看看这些电都是用在什么地方了 卷毛老师说 眨眼间我们开始变小 越变越小越变越小 一直想到我们可以进入那条电线的程度 同学们 我们正在沿着高压电线离开发电厂 哦耶 我爱高压电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承受不了高压的人 福特是什么 Rachel的笔记 电流 为什么会前进呢 福特是什么 Rachel的笔记 电流为什么会前进呢 因为有电压 福特就是测量电压的单位 福特数越大 表示电压越大 推动电流的力量也就越大 我们又变得更小了些 小到能钻进电线的小空隙里 电子在我们周围跳着 形成电流 我们躲避着这些电子 跟着卷毛老师从发电厂经过电线 向我们所住的城市跑去 快看这些电子 它们跑得有多快呀 路上我们经过一个个变电站 电流的电压 被这些设备升高或降低 较高的电压 能将电输送到更远的地方 较低电压的电 用于工厂或大公司 更低电压的电 是供给小型建筑和家庭使用 我们要上哪儿去 有人问 我们去电灯泡里 卷毛老师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为什么卷毛老师要带我们到电灯泡去 因为他喜欢当电灯泡啊 我们顺着电线跑啊跑啊 忽然听到卷毛老师说 我们到城市中心的图书馆了 然后大家就沿着电线 跟他进入了一盏台灯里 我们进到一个灯泡里 旺达喊道 在灯泡里面 我们挤进一根非常非常细的金属丝 灯丝里就是这条灯丝 使灯泡发了光 卷毛老师说 这是灯泡的结构 里面这个灯丝 就是乌丝 咦 我妈妈怎么在这里 看来她又给我寄了不少怪书 一瞬间 无数个电子涌向了细细的灯丝 受热的灯丝一下子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 当物体处于白热化的状态时 就会燃烧发亮 我们搜的钻进了灯丝 搜的又出来了 根本来不及把太阳镜带上 更没机会停下来借书 就匆匆离开了图书馆 我们又沿着电线来到了街上 一直跑进了乔家餐厅 一进这家餐厅 我们就跑到了烤面包机里 现在我们要来观察一下 电是怎么加热东西的 卷毛老师说 跟我一起去加热器看看吧 加热器是用一种特殊的 金属线做成的线圈 当有电流通过时 线圈会变红发热 烤面包机正在烤面包 这倒提醒了我们 不是已经到了吃午餐的时间了吗 卷毛老师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也许他不饿吧 离开加热器 他又带我们往电线里冲去 走 咱们现在去拜访一家 烤面包机正在烤面包片 这倒提醒了我们 不是已经到了吃午餐的时间了吗 但卷毛老师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也许他不饿吧 离开加热器 他又带我们前往电线里冲去 走 咱们现在去拜访一户人家 卷毛老师忽然来了个急转弯 菲比自言自语说 哦 要去谁家呢 这是 金枪鱼三明治 谢谢 来两份老板 哦 原来是菲比的家 他奶奶正在用电锯做一个小书架 准备送给菲比做礼物 太好了 卷毛老师高兴地喊起来 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我们可以看看电动机是怎么带动电锯的 他说电动机里有一些磁铁 还记得我们是怎么利用磁铁来产生电流的吗 卷毛老师说 现在反过来了 电流能把一块普通的金属变得有磁性 这种磁铁就叫电磁铁 电磁铁能使电动机转动 电动机需要磁铁 哦 磁铁太信任了 也许吧 如果你是没回形针的话 现在一起去电动机里参观吧 卷毛老师 召唤大家 我们随着的电线进入了电动机 天哪 那里边转的简直让我们头昏也慌 电动机就是用电能驱动的机器 哇 真是个充满动感的好地方啊 看看它的工作原理 第一个是电磁铁被牢牢的固定在电动机的钉子上 钉子是不会移动的 第二 还有一块真正的磁铁被固定在电动机的转子上 转子是会转动的 接通电源后 钉子上电磁铁的北极吸引 转子上磁铁的南极 转子就开始转动了 线圈里有交流电 电流会改变方向 于是钉子上的电磁的南北极就发生了改变 现在电磁铁的南极就在磁铁的南极旁 相同的两极会相互排斥 于是转子继续转动 电流的方向不断的变化 转子也就不停的转动 这个图解对我来说太难了 一个叫做转子的圆柱形物体在快速的转动着 转子连接着转轴 转轴连接着电锯的锯齿 当转子锯动时 电锯的锯齿也会跟着旋转 这样电锯就能锯开木头了 我们在电动机里参观时 菲比德奶奶一直在锯木头 根本没注意到家里的猫悄无声息地扑向了鸟笼 走开鹦鹉吓得大叫 但是太晚了 鸟楼喷得掉到地上 鸟饲料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地毯上 菲比德爷爷赶紧拿着吸尘器出来打扫残局 抓紧点同学们 转毛老师说 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他带我们从电锯的插座进到墙里 从另一个插座进入了吸尘器的电线 我们正准备离开时 爷爷用完了吸尘器 关上了开关 关闭开关就是造成电路中断 电不能通过 电动机就停止了转动 我们该走了 想得美谁也走不成了 卷毛老师也被困住了 这倒是很稀奇的事 我们对爷爷大喊大叫 可他怎么听得见呢 菲比担心起来 放学后他还要参加空手倒班 其他的同学则要参加足球赛 可是现在我们被困在吸尘器里了 老爷爷快救救我们 没用的 他看电视 看得正起劲呢 突然我们听到狗叫声 原来是菲比德小狗 在花园里刨完了土 带着一身的泥跑了进屋子 还在地板上 惬意的打了个滚 爷爷只好按下吸尘器的开关 开关上的两个金属片合上了 电路又接通了 同学们 卷毛老师说 快跟我回学校 我们穿过开关 沿着电线 出了菲比加 上了大街 又跑进了学校墙里的电线 我们通过一个插座 进入了一台地板打垃圾的电线 接下来也不知怎么回事 我们突然从电线的塑料 外皮上的一个小洞里钻了出来 大家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卷毛老师领着我们进了教室 这一天的经历太丰富了 我们进过火炉 钻过电线 和比原子还小的电子亲密接触 还对家用电器的另一面里面 有了新的认识 班上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当然卷毛老师除外 好了 今天故事就讲完了 宝贝睡觉吧 晚安